詹姆斯北京時間1月27日,據美媒體報導,胡人隊目前的傷病 情況十分嚴重,全隊只有9名球員可以參加完整的訓練,今天 雖然詹姆斯參加了胡人隊的訓練,但是他將繼續缺席明天與太陽的比賽 空位哈特沒有參加今天的訓練,據說他的膝蓋困擾著他,但 是哈特應該能夠參加明天的比賽,關於臀部存在酸痛的庫茲馬 沃頓告訴他,如果他在場上的移動情況還是像上一場比賽那樣的話 那麼沃頓建議他明天選擇休戰,所以,庫茲馬能否在明天的比賽中出 場存在疑問,我們將會看看他明天的身體感覺,希望兩天的休 西能讓他感覺更好一些,沃頓在談到庫茲馬的時候說道,我和他 說了,如果他的移動還是像上一場比賽那樣,我不希望他明天上場 今天,腳踝受傷的球哥也接受了媒體的採訪,他透露自己腳踝 受傷的那一刻以為是骨折了,而且球哥表示自己以前從來沒有骨折過 昨天,球哥開始擺脫拐杖,而且他已經穿上了保護靴子 胡人隊目前的傷病情況十分嚴重 目前,全隊只有9名球員可以參加完整個訓練